L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KOT第五 沙漠之王的比賽 這次比賽已經來到了前四場 NBL也是來到了四強賽 在四強賽已經遇到了Viper NBL在三次的比賽獲得4比0 直接屌虐對手 已經遇到Viper 可想而知 這個NBL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照片代真的是太容易輸掉了 所以大家會有一種錯覺 覺得NBL很弱 但實際上不是 這次KOT第五的比賽也證實他的實力 跟我說的一樣 他是真的很強的一位選手 只是在我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常常下水餃 也有可能他在田地打的時候 是在練一些戰術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的勝率比較差一點 但其實他的分數是跟Viper跟Yu 還有Hair他們的分數是差不多的 那剛好這次比賽 前四強的名次 剛好就是Yu跟Viper 還有Hair跟NBL 這四位進入到前四強 那以阿拉伯來說 他們這四位拿到前四強 我其實沒有太意外 最後跟我們之前 在影片裡面也有講到 這四位選手 是我心目中的前四強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意外的話 那我覺得Viper 跟NBL 應該會打出滿經常的比賽的 但是我還是沒有看結果 那我們就來一起來看吧 好 那就來看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這個文明升級速度是最快的 那他可以提升66%的速度 所以他可以領先 聖世代的時候 領先大概一村半至兩村左右的時間 那這個毛相符 時代會有減免 在城堡時代減30% 電龍時代減40% 所以後期打這個金瑞毛相符 其實蠻強的 但城堡時代直接打的話 很容易被守下來 因為對方可以用一些少量的僧侶 加上常常變成防禦 就直接擋下來了 原來你在城堡時代 不太可能可以爆出這麼多大象 但是在帝王時代就不同了 金瑞毛相符 又可以升級一個檔次之外 價格又更便宜了一點點 而且對方也不太可能 出這麼大量的生旅防禦 當然也有可能會出幾兵 但是馬來人又有強奴 所以基本上只要打強奴配大象的話 是一個非常難解的一個選擇搭配 好 那馬來人 所以馬來人 所以在阿拉伯來說 經濟沒有那麼好 就是因為他後期 其實是蠻能打的 而且他後期還有這個強制增兵 雙手劍兵還不用黃金 又可以用個垃圾兵戰術 雙手劍兵配大象配強奴 所以這個前線的壓力是蠻大的 所以對對手來說 馬來人是一個非常棘手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好 對手是MBL 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的話 他最大的特色是 劍道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他有這個精銳 呃 不是精銳 這個騎乘火槍兵 征服者 我都會叫做西征 西班牙征服者 簡稱西征 那這個火槍兵呢 打馬來人的話 其實會有點微妙 因為西征來說 是打這個騎兵果是非常有壓制性的 還有這些步兵果 那馬來人的話 一定是打強奴 會比較居多一點 雖然有可能會打大象 但 西班牙征服者的關係 所以打大象可能性 又更低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是對上這種情況的話 西班牙人可以直接轉出這個戰毛兵 那剛剛他垃圾兵是全滿的 所以他打垃圾兵也不會太弱 但是沒有特殊能力 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種垃圾兵而已 那這次改版有西征這個能力 研發出每項技術之後獲得20黃金 這條效果可以讓他點下支部技術之後 然後出3棒棒 去打快攻的時候 這個裝甲布兵是不用挖黃金的 所以他有個打法是比較特殊的 3棒棒前壓 然後不挖黃金 然後直上城堡時代的一個特殊打法 然後再挖石頭 然後打出西征 那這個戰術在之前的其他高手打過 成功率其實也蠻高的 但這次可能覺得MBL 他覺得對上viper 這招可能會被守下來意義不太大 所以就選擇了打一個正規的開局方式 那這邊馬來升級速度真的很快 8分半不到 就已經到了封建時代 那這邊有可能會打肉麻嗎 這邊是先撒農田沒有下 那這邊可能會直接下射箭場防守了 這這邊裝TC 阿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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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這個不妙 MBL 該不是因為我在關戰的關係吧 所以他又要出事了吧 這場我不知道是誰輸誰贏 我也不知道比分是多少 我是希望至少MBL可以贏個2-3場4-5場之類的吧 應該4-5場太多了 4-5場找就贏了 至少有機會贏viper吧 有機會吧 雖然我還是希望viper會贏 因為私心對我來說viper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我從2018年2019年就開始玩 就有在認真玩斯基帝國 所以那個時候就一直看viper 看到現在也是固定粉絲阿 所以個人私心還是viper會贏阿 目前MBL打的方式是比較正常開局 是小公開 那這邊可以去補一點黃金 大概補到3-4個人 那這邊好像先維死 這邊會下射箭場嗎 OK有下射箭場沒錯 好 那目前看起來viper知道對方赤頭已經死去的關係 自己有稍微有一點這個偵查的優勢 因為在吸力果裡面 你封建時代就死赤頭是一件非常傷的事情 不會讓你導致你官人不知道對手要打一個強攻路線 還是要來打這個開農 因為如果打開農你要爆太多兵 很容易又出太多兵 然後導致時代跟不上容易輸掉比賽 在封建時代來說 可以說是世紀帝國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時代 封建時代打得好不好 是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很容易取決你在城堡時代的一個後期發展 所以有人會說封建打得好城堡沒反腦 世紀帝國有這麼一點句話 可能現在人不會這樣講 但以前的玩家們會這樣解釋 世紀帝國這個遊戲到底是什麼樣的一款遊戲 這個我覺得算是 大家有在爬天梯的話應該有蠻深的領悟吧 通常封建打得好的人 城堡時代就會特別有優勢 但不見得城堡時代也會打得好 有些人就是封建打得特別好 城堡時代打得比較爛 後期打得比較爛 這種人也是蠻多的 我剛好是想反 封建打得不太好 然後城堡時代 後期就會打得比較OK一點 所以團戰是比較適合我的 但是我也不常打團戰 人玩的時間實在太少 那這邊NBL 直接用小弓加槍兵 那這邊毛兵可以輕鬆手作 三隻毛兵直接逼退對手 可以拿掉一隻弓兵沒問題 這裡開始補下黃金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前期講的 這邊先撒農田 然後後期再挖黃金 不用挖黃金的方法 雖然我們剛剛是講西班 但是BIPER也是用這種戰術 先撒一堆農田 然後再去補黃金 那這樣的好處是 可以馬上升到城堡時代 而且不用耗費太多的兵力 跟資源就可以上了 好 那這邊NBL直接把家裡圍死 圍得很滿 那圍死有個缺點 就是你需要耗費 建築共使劍 去建築這些木牆跟房子 導致你的經濟會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要打寶兵的情況下 這個是必須的打法 一定要圍死 你一定要打寶兵 一定要把自己圍死 那NBL這個觀念 是做得非常好的 畢竟人家也是直接選手 這個小事情也不用我多說什麼 好 但是為了波波比賽 我還是要特別重申 為什麼NBL要圍死 反正是BIPER不圍死 這件事情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有些觀眾有時候聽不太懂 為什麼我要特別強到這件事情 發現啦 所以還是有一些比較 聽 有在玩的玩家可能會覺得有點煩 但為了一些觀眾們 我們還是把一些該講的還是講一講 會比較好 好 這邊補下了滿舊 這邊可以考慮補一下品種 跟這個耕種技術 因為他待會吸陣的時候 可以吃到這些效果 然後打清奇兵出一些刺頭 去做一個偵查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的話 他也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比較好 那如果這邊按刺頭的話 待會可能會上得更慢一點 可能要多挖點黃金喔 做個買賣 上去會比較好 可能還需要賣石頭 也說不定喔 如果我們要打吸陣的話 可能就賣石頭 好 現在來看一下MBL的資源喔 因為VIPER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你看 這邊就是我說的 打出時代差距來了 哇 VIPER這邊超級少上城堡時代 封建打的真的很好 用少量的兵 那由於 MBL這邊是死刺頭的關係喔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VIPER到底在幹嘛 所以他自己爆了這麼多的兵 才能出來潛壓 那VIPER這邊就很簡單喔 只要出少量的毛兵 我就可以基本上導住對方的工兵 加上毛兵的潛壓 好 這邊劍塔劍好 收存 沒有收嗎 沒有收穿喔 沒有收穿喔 欸這個不收穿欸 喔收了收了 OK收穿 趕快補一下箭矢傷害喔 來打掉對方的刺頭 好 至少對方的工兵死完了 如果沒有工兵的話 MBL這波潛壓已經宣告失敗了 沒有什麼任何殺傷力了 接下來就是VIPER的時間了 待會VIPER很輕鬆就可以轉出一些強奴啊 不是強奴 奴兵啊 或是騎士喔 直接潛壓 然後或者是下個修道院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也不太適合下修道院喔 因為現在有刺頭在的關係喔 可以考慮直接打一個3TC開農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時代優勢嘛 開農絕對不會是件壞事 經濟好才有後期喔 沒有經濟的話只有前期喔 好當然VIPER直接打出了一個雙軍營 哇這個雙軍營就是最近很熱門的這個 長劍兵開局喔 那這個戰術也是我改版前的有講到 有可能喔 就是承保時代會出現這種 長劍兵開局之類的 但封禁時代不太可能 那確實封禁時代 也不太有人會打這個裝甲暴 好 長劍兵暴反而是確實是有可能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啊 只有VIPER啊 EO啊 這些真的超頂尖的職業選手 才會打這種戰術喔 因為長劍兵暴 還是太容易被攻兵路線的 玩家喔 可以擋下來 所以 劍兵路線喔 還是輸蠻多東西的 所以能打下來就是 控兵好 經濟好 關兵好的玩家喔 才可以打出這個劍兵暴的 好 裝甲暴兵還沒升級長劍兵 西班牙這邊沒有挖石頭嗎 沒有挖 沒有挖石頭 他這邊是不是有賣石頭 沒有賣石頭耶 MBL不賣石頭 上了封禍時代 好 又更慢了一點 好 劍兵暴有一個小小優勢喔 就是這些裝甲暴兵們 打這個 建築物的時候 傷害是比較高的 所以很容易打出一些破口出來 只要一直輸出的話 其實都不會太虧 好 這隻刺猴有可能會被 戰毛兵 毛兵直接點到這邊 卡刺猴 太兇狠了 哇還是死了 好可惜喔 你看Viper在前線打 然後後面還這邊 幫刺 幫這個生女卡刺猴 然後最近我有看到一個留言喔 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在玩CD國的玩家 他說 刺猴沒有抗招想能力 所有單位都是儀式 都是沒有抗招想能力的 但其實上 CD國上的刺猴 是有抗招想能力的 就是 有些有了眼 就是不要再造牙了 看了有時候很頭痛 刺猴就是 專門對付生女用的 被牙打 生女也是有額外傷害的 哇這隻劍兵 持續開砍 好 這邊直接繼續砍 升到長劍兵之後 傷害更誇張了 哇直接打爆 非常快速喔 來不及 哇差一點 哇 居然被他極限守住啊 直接硬敲個幾下 繼續打 好 VIP這邊有開TC嗎 有 這裡補個TC喔 因為這個時間點差不多也要開了 這裡再不開的話其實有點危險 這邊之後 第一時間把毛兵給解決掉 弓兵直接輸出掉了長劍兵 這個就是為什麼常劍兵開啟魂龍被擋下來的原因喔 你看現在VIP直接被馬公給擋了下來 這邊 蠻特別的西班牙打馬公喔 西班牙打馬公好像沒什麼太大問題 畢竟他什麼都有 也有拇指環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這個拇指環是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是沒有安息人戰術的 但由拇指環來說的話 以馬公的特性來說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因為由拇指環的話馬公射速快 雖然沒有安息人 稍微防禦弱了一點 然後對長劍兵傷害沒那麼高之外 基本上打騎士或是打步兵來說 都是有一定的殺傷率 但是對上馬來這個文明來講 反而是很好針對的一個出兵耶 因為馬來很常打強弩喔 所以我不確定現在轉馬公會不會是一件正確的選擇 有點微妙 這裡馬公往前 看這兩位頂尖選手互打 就不太想要加速了 平常這個時間減我都想要加速 但我這邊在看他們兩邊的細節操作 這邊viper在偷偷撿生物 然後這邊還在用招來的馬公去找一下 有沒有生物 這裡看到馬公 但沒有辦法招到對方的單位 場內兵全被收光 這邊轉什麼呢 轉戰毛兵 還不是打奴兵 那西班牙家裡有開始挖石頭嗎 稍微來看一下 這邊第二個TC開在石頭處 應該算第三個吧 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細節可以再講 就是通常第三個TC開石頭處會比較好 因為第三個TC開石頭才不會讓經濟太長 因為有些玩家第二個TC就開石頭 導致他經濟會有點不太好 因為挖石頭容易讓他 唉唷 這個操作好兇狠 因為第二個TC開石頭的話 很容易早期挖石頭 造成自己經濟 沒有辦法很順利開出3TC來 可能會有斷寸的問題 當然如果你是要找 早期打這個 城堡時代的 寶兵的話 還可以考慮一下 但還是要注意一點 就是會有斷寸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讓自己經濟好一點的話 第二個TC還是開在墓區會比較好 好 那如果這邊轉出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打對方戰毛兵跟奴兵的話 稍微會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是長期換下來西班牙征服者 還是會有點虧的 但目前西班牙的話的一個走法 我還是比較推薦 玩西班牙人 還是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比較好 打出他這個文明優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右邊這個生物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個占物 哇這個完全沒看到 這邊兩隻兵在這邊慢慢找 你看這個玩家們的視野 就是非常的陰暗 好這邊再補下第四個TC 好繼續農 好這邊稍微沒有資源 待會還是要往上開闊一點 好投車這邊稍微打一下 有可能用毛兵解掉嗎 好白白轉出了救術思想 救術思想點下之後 青頭就要被壓回去了 這邊使用生女配上毛兵的戰術 這樣投資資源偏少 好再補下射箭場 好果然還是要打奴兵 那MBL這邊也是選擇了生女 那這次西班牙改版 生女也是加強非常多 他的金罐技術可以讓他的 應該是銀罐 銀罐技術可以增加 生女的這個招響距離 多加一 這邊直接招戰毛兵 戰毛有可能會直接收掉一隻 但是沒有招到 欸招到投石車了 先砸下面吧 哎呀如果是我會先 想要砸這個投石車的喔 有點可惜喔 那這個投石車沒有解決掉 我有點尷尬 好MBL這邊決定要來前壓囉 這個 戰毛兵有點強啊 哇把馬功快要解決掉了 好這裡沒有辦法繼續前壓 直接原地騎寶 這個城堡看起來是騎得起來 如果是我還是要再更貪心一點 我還是想要查到這個位置 那MBL這個位置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傷傷力喔 只能打破一個缺口 這裡再補個大石槍 還是可以輕鬆守住 微妙 這根堡其實 不太好 但至少後面還快進了 稍微能守到一點點的這個金晃 好這邊這邊也補一棟城堡出來 好這邊直接升到帝王時代 麥克還沒有上 MBL已經先點了 但是帝王時代的西班牙人喔 反而沒有那麼強勢喔 因為他還是需要轉出自己的遊俠出來 或者是MBL直接不打西貞 直接打這個遊俠出來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對上馬來人的話 好這邊也趕快補下第四個TC 靜靜帶軍龍 來看一下經濟差距喔 目前是VIPER99層對上91層 這個VIPER時代比較慢點 但是已經追上來了 哇你看這個時代引發速度太快了 已經到了40%了 好西貞還是按了一些出來 那個到帝王時代的西貞 是不能按太多的 因為按太多容易會有這個異傷的問題喔 而且數量多的話攻速慢 還是沒辦法彌補喔 至於後期的作戰能力 所以後期還是要點一下 騎士的升級會比較好 這邊想要靠村民走出去 但沒有辦法 OK這邊補下一工 同學製造所直接在大圍一波 那還好西班牙的建築工 建築速度非常快速 這30%加速非常快 直接蓋好了 VIPER也直接放棄 好第2龍子彈1好 帶回距離頭石精可以先蓋 VIPER應該會先蓋出來 上方再補下第5個TC 這邊一個人蓋城堡 這個太狠了 一人蓋寶 這邊MBL應該有看到吧 哇沒有看到耶 這根是城堡 VIPER蓋這麼極限耶 原來VIPER也是台灣老闆 太血汗了吧 好軍隊頭石機出來 出了一些爪刀勇士 這個先去抓吧 所以抓對方的駝車比較賺 這個臭命不重要 對不對 先去打對方的駝車 好一個人蓋寶 蓋到2000多 哇50%都是這個女村民蓋的 有夠血汗 好這個村民有點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走出來 差點被射死了 有點危險 好那軍隊頭石機兩台出來 目前 我覺得有可能要放棄這棟城堡了 這個可能再追打下去不太好 那VIPER待會上 上到帝王時代這段時間 可以開始升一下這個雙手劍兵 因為他已經場劍兵升級好 然後再點下這個強制增兵 就要來說是件好事 好這邊先補下了霸權 西班牙霸權之後 讓村民有這個作戰能力 血量更多一點 好這邊還拉了一些弓兵跟戰狼 直接來打這些墓區 艾盒這邊就是非常煩 這邊跟對打之外 後面也是瘋狂騷擾 好這個城堡失守 好 那軍隊頭石機三台 不敢往前 這個往前是有風險 可能要再按一些兵出來會比較好 好那MBL這邊直接轉垃圾 西班牙征服者不安了 轉出大量戰毛兵 好 終於一個人蓋完這座城堡了 犧牲現在非常煩 你看 犧牲到帝王時代的影響力 變得非常的差 很容易被戰毛兵跟 戰毛跟強奴直接射成白癡 哇這邊還招到一台頭子車好賺啊 白婆把MBL打到 然後 頭破血流 太慘了 三台四台 三台強 三台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巨型頭石機突然持久 直接打個垃圾兵大戰啊 哇馬來垃圾兵 三把銀鐵下 然後展出自己的爪刀勇士 爪刀雖然沒法太抗戰毛 但數量一多起來也是蠻麻煩的 因為對方戰毛兵攻速慢 數量壓制的時候還是龍打得贏戰毛兵 哇好煩 白婆這個組合好煩喔 這個真的只能出劍兵勇士 才可以輕鬆屌壓回去 不然就是要自己轉一些工兵 但是西班牙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他連奴兵都沒有 西班牙這邊顯得有點尷尬 打馬功也不太適合 這邊確實全力轉這個戰毛兵 配一點火槍喔 確實是個不錯的組合 火槍是拿來射爪刀的 好爪刀勇士繼續騷擾 好這邊要不要考慮轉個遊俠呢 這邊MBL是想要打西班牙征服者 好不 西班牙的這個招翔的能力的喔 狂狂奈森科技相關喔 森羽的科技相關 但是現在這個點森羽好像意義不太大 因為你只能招翔對方爪刀 這邊升劍兵勇士感覺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劍兵勇士也可以打得贏爪刀 而且打戰毛兵也OK 戰毛配爪刀 喔不是啦 劍勇配戰毛 感覺就可以打回去 這個配兵組合了 像打僧侶感覺會有點微妙 很容易直接被打爆 因為你的僧侶沒辦法一直控 而且你就算控了的話 也只能招對方的戰毛兵跟爪刀 其實長期換下來並不太賺的 你很容易勝率還是直接被換掉 這個100斤一直換還是很虧的 好這邊轉出更多的火槍 被移動防守城堡 這邊想要拆掉但是沒有來得及 好但是現在村民有霸權能力 血量到80滴血 遠防還有4進防3 好攻擊力還有9攻喔 村民基本上有一定的防護力能力 但是村民樹還是慢慢下降 MBL村民樹已經剩下120村左右 BIP直接前線蓋動城堡 那BIP現在應該是200門口 一直在暴兵吧 哇果然193 接近200人口了 這個黃金樹超級省 還有3000多黃金可以花 MBL反正已經剩下200多黃金了 這個資源量很明顯 BIP投資的資源很少 但是MBL一直想要打黃金兵 火槍配上升旅的關係 黃金消耗太快了 現在它導致轉兵會有點困難 而且這些火炮也是損失了自己多 非常多的黃金 很難受 好MBL看起來穩穩的 這兩個生物也要被尻出來 哇這邊還準備要來偷對方的生物了 MBL真的是太兇狠了 修道院都已經蓋好準備來拿生物了 這就是MBL比賽時的認真模式 任何一點細節優勢都不會放過 俗稱MBL獎金越高 他打得越認真 獎金越低他就去隨便玩 MBL真的是很懂得投資經歷喔 在什麼賽事上 那這次賽事其實這個 含金量也是蠻高的 所以MBL我覺得 他已經拿出他的真實力來打了 他確實已經打到前四強了 MBL應該是毫無懸念 可以進入到決賽局 看到MBL被打成這樣子 該說什麼 MBL MBL 這到底什麼畫面 戰保兵直接硬扛城堡 爪刀勇士伸到金瑞 往前壓 哇 MBL打錯了GG 這個真的是沒辦法 Viper真的太兇狠了 哇到處打 然後這邊爪刀也是一直爆 爪刀最便宜 而且 也不用一個人口 爪刀是半個人口 他又可以用這麼大量的經濟 直接一直淹死對手 然後這邊再繼續拆 後面用少量的森女 去招對方的火炮 而且這邊印刷技術也點好了 這個招牆距離非常的遠 出火炮還是有一定的機率會被招走 那就是非常難受的一個結局 那西班牙這邊 感覺打落馬 可能有機會吧 但是後面經濟也沒有太好 他這邊農田也沒少了很多 那導致後期也要轉劍兵勇士落馬 或是優俠都不太可能 像暗戰毛兵經濟又已經崩塌了 分數直接差了5000分 來看一下這個Viper的戰績 這個沙迪術不用看 因為爪刀跟垃圾兵本來就是拿去換的 但是他可以拿垃圾兵跟對方換到幾乎1比1的狀況 其實蠻 蠻不錯的 而且還是出爪刀勇士的情況下 來看看經濟 經濟是由Viper全影 世界上最會農的男人 果然還是農死的對手 那村民宿是156村 黃金4生物 最後兩個生物是偷偷幹回去的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Viper還是依舊的猛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打的蠻不錯的 算是一個馬來教科室的概念 那這個騎動細節 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Viper封建實在那個選擇 前期黃金先不要挖 然後用這些兵 先稍微去騷擾一下 然後後期才開始再挖黃金 可以讓自己經濟更好 然後馬來又可以有這個加速的關係 高速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再慢慢轉出自己又該打的兵種 然後再去轉出經濟 那我都是Viper最擅長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